好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晚间的最新的动态 他是在绿营的民主圣地宜兰举办着晚会 我们看到现场支持者一边喝汤汤 一边摇旗呐喊 而对于马英九总统之前拜访过的前立委陈永新 也被称为说是不是有深律的人士 成功的遭到拔装 他亲身的现场出现 高喊的说谁来看他都没有用 他只听上帝的 宜兰 低温9度 蔡英文大进场 支持者热情 己得 气氛 暖烘烘 马总统日前拜访罗东医院 号称深律被拔装的陈永新院长也来了 在绿营场子站上台 向挖心掏肺大告白 拔装没露音啦 我只听上帝的话而已啦 我只听上帝做工 听你人让我母 三个人来看我都没露音啦 我都是厉害的这么厉害的 对吗 现场实在冷 晚上还飘毛毛雨 支着抢着排队喝姜汤 撑伞带帽 就是没离开 告连续几天 天天都有企业大老板表态停马 蔡英文说他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所以我要跟这个总统说 以其跟财团跟中国联合在一起 压迫台湾人接受九二共识 倒不如跟台湾人坐下来好好的台 以来台湾共识 两个五万票 宜兰舞节晚会台下号称来两万 陈菊游席坤 民进党内宜兰帮大佬都站上台 少了财团公开庭 蔡英文靠蚂蚁雄兵 希望在民主胜地赢马英九五万票 TPS新闻 陈一伟潘英睿SNG小组宜兰报导 好 看了